嗨各位小财神 我是宝可梦 今天你们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 永丰大户 七八月的特兰Q&A 我们的活动呢 在七月十五号已经正式开始了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人对于这个我们的活动 还是有点点疑问了 所以我决定就是还是做一支影片 简单的来给大家一些简易的问答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好不好就是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新货一百八为什么救护才二十 为什么中间差了九倍 这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会跟大家解释 来重点 这个七八月的特兰Q&A 为何救护永远只有二十组 永远是这么少呢 那还是不免除了 来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七八月的特兰 好多人都好喜欢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在关注我们的Instagram的话呢 你会发现 其实宝可梦有在这个IG有分享 这个今天应该说稍早之前呢 我们拍摄的这个很漂亮的照片 待会会看到 就是你们 虽然说他现在还不能够拿到 这个真正的实体的 这个所谓的悠悠卡 但是他事实上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那宝可梦已经第一时间呢 拍了很多的照片来跟大家分享 拍了七八十张 但最后只挑了五张给大家看 代表说真的是精挑细选修过的 那还是要来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说 开白帮特案的新护理 这个大户悠悠卡 总共180组 180组要怎么送呢 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是新护上车 那么在时间之内 7月15号到8月31号 符合资格者呢 就会赠送 但如果同时有超过 这个所谓的180人上车的部分 那么很不好意思 那可能就是要大家一起抽签了 会不会中奖 就是看运气了 那救护的部分呢 呃 我们还是有提供救护20组 来让大家做抽奖 详细的方法稍后会讲到 那最后会跟大家聊到说 为什么救护只有20组 怎么那么少啊 那详细的规则跟原因呢 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哇很漂亮 开白帮的特案新护理 大户悠悠卡180组 哇 这个我现在手上有的25张 摊出来通通都可以打补克牌 但是这25张里面呢 有5张是我会放着 然后有20张是 我们上一季跟大家讲的 6月25号到6月30号上车的人呢 我们会送悠悠卡 那救护的部分呢 我们有争取到20组的部分 是要给上半年 1月1号到6月30号上车的朋友呢 我们会直接从 有来回报的 永丰信用卡的新户里面抽出来 那我们七八月份的救护的部分呢 好 救护的部分呢 我们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跟大家就是沟通 让你们也可以参加活动 你就不见得一定要是 新生办永丰信用卡 因为你很可能已经是救护了 所以我们这边的救护活动都是 针对本团的成员 你只要是有持续在关注我们 不管你当初申请大户 书位账户是用谁的推荐码 或者是看了谁的文章而写的 有没有写推荐码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现在你有看到这个活动 你就可以来参加了 所以我们一样是送救护20组 那大家不要被这个 我们画面上这个很可爱的 应该说很有质感的两个 这个我们的证件套呢 给吸引住了 这东西是没有要再次送出去的 那为什么我一直拿出来展示呢 因为这次Pokemon特别就是留下来 将来就是有任何的活动 都是要把它跟新的奖品 一起做搭配来跟大家宣传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没有办法在这次的活动赠送 但是呢还是 分有规则必有例外嘛 只要你们的互动 本团的成效好 我都有机会可以帮大家 去跟银行做要求 但是呢成效要好 成效不好的话 就是没门啊怎么可能 银行谁撩你啊 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要来解决 大家的这个大灾问 为什么救护永远只有20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会发现 我傍晚的时候就是发表的这个 呃贴文的下面 就有粉丝 呃养小姐讲说 救护只有20组 点点点点点点点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就是大家是觉得太少了吗 那太少我们可以加码 但问题是本团的成效要好嘛 你要好 你去跟银行函扣他才愿意给你啊 好对不对 大家都说冲冲冲 大家只是嘴巴就是纸上讲说 我希望就是本团的成效好 然后我自己本身可以 有机会可以中奖 但问题是成效就没有很好啊 对不对 包格某已经是全台湾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信用卡部落客了 好这个粉丝页的按赞数多 然后这个这个媒体的影响力也够 但是呢 其实对于银行来讲 他们远远是觉得不够的 好所以本团的成效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要一起多多的公开按赞留言分享 甚至现在先订阅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 对增加影响力 那我在那个IG那边就更好玩了 就有人讲说这个可以买吗 这个可以买吗 好多人都想要这个东西了 但事实上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这是非卖品好吗 这是银行给我让我拿来办活动 我怎么可能可以把它拿来牟利呢 或者是说你用拍卖竞票方式 这是不对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活动做搭配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 拿到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东西直接拿来卖钱 好不好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允许你去卖 这是非卖品啊 这是真的是要参加活动才有机会可以拿到的 所以有来询问说为什么不能买的朋友呢 就是要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 不行啊 那为什么只有20组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去聊一下 我在前两天有上一支影片叫做什么是银行 银行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支影片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现在扫码赶快观看 因为这跟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东西息息相关 银行的本质其实说真的 你看这张图你就知道了 银行是大鲸鱼 它是Predator 它是掠夺者 那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全部集结起来 我们只是小虾米而已 充 怎么讲 充其量 宝可梦其实也只是一只比较大的小虾米而已 对于银行的眼里面 我跟你们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团结起来 银行一点都不会鸟我们 这是很现实的一点 你尽管很多的银行活动把它包装的 对大家好 好亲民哦 有好多很可爱的公仔 有吉祥物什么的 然后又对消费者很好 但事实上银行的骨子里 它就是赚钱的机器 好吗 银行它基本上就是企业家 他们用来赚钱的机器 所以它绝对不是要对消费者友善的 它跟你做的任何交易 它找你做行销活动 它背后里面盘算的永远是 它要的利益 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给蒙蔽了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银行的要求 他们以后就不会跟我们合作 那就不会有好康在本团了 如果本团的成效非常非常好 那我当然能够根据这些数据 来跟银行要这些好康 所以请大家搞清楚 银行是真正的大金鱼 他们才是这个真正的掠夺者好吗 不是我是掠夺者 我顶多只是在这中间的传声筒 或者是所谓的甲心饼干而已 就是这个样子 举例而言 我们来讲一下这次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 7月跟8月的活动 宝可梦去跟他们跟大户谈的时候 是讲说 那我们7、8月有没有特别的活动 要送我们的粉丝朋友呢 他就说好 那我们回去看一看 他们觉得 大概送200份就够了 那他们原本的想法是说 200份全部都给新户 为什么要照顾旧户呢 这是银行的立场 银行是站在盈利事业的角度来想 他们不需要照顾旧户 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客户了 所以他当然是要把资源放在真正需要这个扩张的这个所谓的重点项目里面 所以钱要花在刀口上 他怎么可能会愿意把钱放在旧户 所以大家总是在那边 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在各个地方里面去抱怨说 啊银行永远都是只看新户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那这是我们台湾银行界一个很现实的一点 就是银行的钱有限 应该说他们愿意花出去的行销预算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不可能无地放食的随便撒钱 他们一定会把钱放在最精准的客群里面 也就是他们要获客 他们希望能够把其他银行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银行客户拉过来 所以他会把钱下在新户 君不见我们这个Richard的部分也是一样 Richard就是早期新户里就是500 然后旧户旧团的话就是100 然后每一季可以旧5个人就拿500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不会再多额外的钱 可以让你旧户无上限的去拿钱 这是比较少见的 那再来Benkey也是 Benkey早期在办信用卡的时候也是一户100 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没有办法再给你更多 包括ILEO也是 ILEO的部分它是 我是救护我来邀请新人来 那么新人的话哪100我哪100 这也是都要花费你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去 邀请亲友你才能够拿到这个奖品 不然的话你也是拿不到的 所以说真的银行都算得比你还近 不是说你是这一个数位账户的救护 你就可以永永远远一直拿好康 没有的 那话说回来 你来看看线上所有的部落客 到底有哪一个人 可以像我们卡板帮这样子 不断的推出旧的活动 让你来参加 因为说真的 不是我们不给你 如果银行愿意给我100张1000张 然后全部来给旧户办 何乐而不为 我们再辛苦一点 我们没收钱 我们一样帮你办活动抽出来给大家 但问题就没有办法 因为银行的资源永远只针对新户 你要我怎么办 我能够用距离力争的方式 跟帮大家去要求到说 你把十分之一留给我 我来办活动 我亲自送给他们 好不好 银行说好 所以他把东西寄给我 但事实上他的预算永远就是只有200张 怎么可能帮大家要求再多 你比如说我要100张来做旧户活动 那银行就会想说你是疯了吗 这些旧户对我来说一点贡献度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把资源花在这些人身上 银行的嘴脸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要想清楚当你们在留言下面流出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大家似乎都不太懂这个所谓的金融行业 金融游戏的规则是怎么玩的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清楚了 不是我不给你们 而是银行本来就不想要给你们 一毛都不给你们 因为你已经是救护了 他不管你当初早期有没有跟上他们的开户活动 他们的行销资源就是已经花出去了 他就不会再针对这些已经上车的人 再给额外的好康 所以这个是台湾银行界里面非常非常现实的一点 不是只有大物这样子 是所有的银行都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大家就要想清楚 我们都是小虾米 我们都是银行眼中所有的金蛋糕 那我们这些小个体形成的一个很大的蛋糕 他只要从中间消一点劲血出来 他就赚翻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也不要在那边抱怨说 这20组好少 我跟你讲你找其他人 没有人要给你20组好吗 你找线上的其他部落客 没有一个人会给你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要理解这样子的金融现况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跟大家 帮大家去要求这些奖品 但是我们能力有限 也没有办法要到这么多 有可能的是 宝可梦的粉丝也十万赞 宝可梦的YouTube频道十万订阅 那我有很高的 很强大的影响力的时候 我再来跟银行谈 我说我要200组 他们想办法也会生给我 因为我的成效好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nobody 谁要跟你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清楚 就是不要 就是 无地方使得这样子去做要求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现在能够拿到这些好康 也全部都是吃我的影响力 因为我之前那么努力 那么心情的去耕耘 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些好康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 鱼帮水水帮鱼 你帮我多多分享 帮我按赞留言 给你的亲友 邀请他们来成为我的粉丝 本团的势力越壮大 我才有可能帮大家要到更多好康 纵使这些好康没有办法 在下一次直接回馈到你身上 长远而言的话来看 它也是有助于我们整个经济产业的活络 不是吗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永远都是只想着自己的好 而是能够让整个台湾的经济产业更好 让所有的部落客一起来努力 这不也是好事一桩吗 好 所以我们的救护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这个规则 就像我们大户人生金资产一样 我们再来重出江户一次 好 邀请大家一起来存钱 你有存一块钱 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了 好 99,999元以内 你有一次抽奖机会 当你存的钱越多 你的抽奖次数就更高 所以最多就是五次 好 所以你就算不花任何的钱 你只要有开户 并且存钱在大户 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 这个专属的悠悠卡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但如果你想要拿到更多的抽奖次数 我们这次提供一个额外的活动 给你参考 但你不见得要参加 好不好 这个完全不强迫的 就是 既然都吃到了宝可梦的影响力了 那当然也要有点回馈 所以宝可梦在这边再次推荐我的新书 已经是上一季的新书了 宝可梦刷卡赚钱秘籍 你只要有买一本书 你就有五次抽奖机会 你买一百本书 就是多五百次抽奖机会 但每个人只能够拿到一张悠悠卡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你不要买 也无所谓 你只要存钱 再不损及 你任何金钱的利益情况之下 你一样可以抽奖 那我来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详细赠奖办法 活动时间从7月15号0000开始 到8月31号的两次动动 新户上车者呢 由永丰银行来活动结束后抽出得主 如果在180人以内 就是人人有奖 超过就是抽奖 那他会在9月30号以前 公告得主并且祭出 那他会给我名单 我在帮你帮大家做这个文章上的更新 救护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以大户人生金字塔活动为主 存越多利息越高 越多抽奖机会 想要加码的就来买宝可梦的书 买越多有越多的机会可以中奖 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要求你在7月21号到8月20号的这一个月里面进行存款 8月21号到8月30号 8月31号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登录的动作 我们会在活动结束之的一个月后 一个月内呢 我们还会公告也就是9月30号以前呢 我们会公告这次的抽奖名单 并且在10月15号以前 然后抽出得主 并且把这个奖品寄给你 所以我们的活动规则其实没有很复杂 你基本上的话 你是救护 你就是存钱就对了 存钱到时候拿你的利息截图来参加活动 我们会给你相对应的抽奖次数 抽中就是你的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有中奖几率更高的 早期你有跟团有买书的 有买10本20本的 你那些记录都留着截图 你书的那个照片都还留着的话 来参加活动 你就是比别人多好几次的抽奖机会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既然有用到宝可梦的影响力 那大家就应该有点回馈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呢 来跟大家聊一下宝可梦的金句呢 这就是影片的最后 大家学到了什么事情 当然是银行不是吃素的啊 宝可梦吃素我对你好 所以你们要拗我 可以 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因为自己的这个失误的关系 然后没有去领到这个 我们的回馈金 然后都会跑来跟我喊扣 叫我要给回馈 我会让你们距离力争 如果符合资格的 我就一定会给你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因为我吃素 我对大家好 所以我愿意让大家这样子拗 但是银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银行 他会怎么做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平常如果有年费出账 你不是要打电话进去跟银行 做一些交涉吗 那他说 这个包摩先生请稍等 他在我等音乐的这段时间 他就是去看我的贡献度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 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当你 对我们有所求的时候 我们会反而回去查询 你到底对本团的贡献度怎么样 你是不是每一次的旧团办卡都在本团呢 如果你是的话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次的优惠给你 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没有领到的话 但如果你从来都没有领过 你只是因为参加这次活动而来的人 那之前没有任何的往来记物 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好呢 所以银行也是一样 他们会一百一眼 其实大家business is business 在生意上面其实也应该是这样不是吗 但我们开把办很有人情味 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你的情况 而给你一些额外的 这个把外开恩的部分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 银行不是吃素的 但是卡板帮里面有一个人是吃素 就是宝格梦 所以你只要对本团好 所有的大大小的活动都跟在本团里面 那么你要跟我们拿东西 当然很简单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每一季每一次的活动 都会针对不同的属性来做额外的加码 这次就是推输 那也许我们9月10月11月12月的 大户的推广活动 又是走不一样的玩法 我们每一次都会想新的 也欢迎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你赶快订阅 并且把小叮当开起来 最新的优惠资讯 才会传送到你的email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公开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个很重要的开户资讯分享给你的亲友 请他们来开户 并且推荐填上本团的专属代码 CTOPIA 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很可爱 很棒的赠品带回家了 好 非常的棒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